我说张艺兴就是XO最大的团粉 谁有意见 站在曾经出道的舞台上 手上举着剧年给定制的麦 唱的是XO的约定 张艺兴你小子是真会啊 韩国开演唱会第一天 吴世勋赶来捧场 哥俩互动那一瞬间 我只想感慨 今夕是何年啊 居然还能看到勋星CP互动 但部分维粉不乐意了 统一口径称 吴世勋只是出于体面才前去捧场 否则其他人为什么不来 明显是大家感情不好 甚至刻意杰出吴世勋的微表情进行分析 得出的结论就是 想走但爱于体面 为什么总有维粉试图帮自家偶像歌席啊 事实就是 没有人比XO更爱XO 演唱会第二场 秀明和灿烈也来了 灿烈带着小蛋糕 两人晒出久违的合照 演唱会结束后还一起去聚餐 这感情你就说好不好吧 当年张艺兴面对国内众多资本递出的橄榄枝 愣是一个媒介 直到旅行完合约才回国发展 结果却被扣上跑路的标签 恶意造谣抹黑不断 但有一说一 黑子们给张艺兴泼脏水的手段 能不能稍微高级点 听到过关于张艺兴最离谱的黑料就是 他故意在宿舍养鸡 试图激怒嫖烈烈 据说养鸡事件的后续就是 早已不满的嫖烈烈 趁着张艺兴不在 偷偷将鸡给沙拉顿汤喝 这玩意还有后续 张艺兴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 一直在琢磨如何复仇 某次嫖烈烈外出工作 他终于逮住机会 而所谓报仇就是 张艺兴一口气买了50多个汉堡 且故意不买可乐 为的就是想淹死嫖烈烈 尽管这个瓜一眼假 听完还觉得有那么点滑稽 但在当时 真的有不少粉丝信以为真 借此攻击张艺兴 挑拨XO之间的感情 真就离谱 明明他比谁都要更期待 Bitband20周年演唱会啊 10年开始了 但在这些时候 10年后 大家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没有 遇到街机的中粉 会一秒切换自己的语言系统 收到粉丝送的仙女棒小礼物 会及时做出反应 情绪价值直接给拉满 给中粉手写的小卡片 也会特意换上中文 虽然中文看起来还没有那么熟练 但一笔一画都是努力的痕迹 带入收到卡片的粉丝心里 这不得爱到天荒地老 这边建议 以后想要中枢的韩国爱豆 都按郑雅贤的标准OK 郑雅贤 女团babymaster成员 07年的小妹妹 还没满18岁 年纪虽然小 但架不住人是真有眼见啊 7岁就开始学中文 而且不是家里给爆的特长班 是她自己对中文有极大兴趣 所以开始自学 这口语流利程度 让黄旭希情何以堪 关键吧 小女孩不仅情商高 实力也杠杠在线 12岁同时通过JYP和YG的内部选拔 也是这一年进入YG开启练习生生活 谁家练习生还没出道 就占姐蹲手啊 谁家新人爱豆打歌出舞台 6天时间破百万播放啊 梁炫熙对待艺人一向严格 但评价正雅鲜实 那叫一个赞不绝口 毕竟这么全能的六边形 女战士真的少有 唱rap信手拈来 波扣呢更是没话讲 Dance部分 那静静儿的表情谁懂 别的不说 这雅贤 争着妥妥的木墙 屁天堂 最后一边